九四會議 上午的議程為市政總質詢 向大會報告 今天請假的單位為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委 趙軍會請假 那麼由莊務委員 莊務委員代理 今天質詢的訊息為 蔡旺泉議員 陳秋平議員 還有吳蓉蓉議員 每人質詢的時間為五十分鐘 今天第一位質詢為蔡旺泉議員 蔡旺泉議員請開始諮詢 喂喂 朱謝賴市長 還有我們市府團隊 以及我們台南市所有市民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的個人質詢時間 我們也很珍惜這樣的質詢的機會 雖然時間非常的短 我們能夠這個 能夠質詢的議題其實也很有限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機會可以讓我們熱市長 可以了解 不正在台南市 我們所憂慮跟正在上演的一些問題 怎麼去解決 以後是今天 旺泉旺泉的這次 那麼修憲 我想我也是要針對 最近大家最關心的 民進黨已經執政了 那麼最近聽說 合一場要重啟 這當然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有執政經驗的賴市長 有更高的期待 老實說 賴市長是我們非常理想 也是很多人期待 他能夠做行政議長 今天絕對沒有那個問題 因為決策 跟政治 這個是一種藝術 你如果沒有經驗 沒有專業 你的拿捏不是很妥當的話 一個好的政策 在不當的時機提出來 或是講錯話 都有可能會失去人民的信心 尤其是這次 這個 大家看 我最近這個新聞 我記得很幾天 第一次 第一次 那時候的自由時報 特別 頭版 用電尖鋒量發電 綠能鎖度超越核能 但同一天的新聞 大家知道說 不同的報紙有不同的解讀 其他有些不同立場的解讀 就說 完了啦 這個 這個接著來電力不夠了 然後呢 我們有可能會限電 有可能會怎麼樣 幾乎都是跟台電站在一起 跟我們恐嚇人民 但是呢 我們對另外一個角度看 平平這樣角度 平平這樣角度 同一個機會 那時候環保聯盟 他就表示說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我們的用電 用電 在巔峰 但是呢 綠能的發電 發電量可以第一次超過核能 這代表我們對其他的核能的發 那個綠能的發展 我們有很大的信心嘛 是怎麼樣 要自己貶抑自己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看 當時我們用電量最高的時候 核能發電是345.8萬多 綠能發電 已經349.3萬多 裡面包括水力 目前台灣的水力發電 風力發電 抽搐發電 太陽能發電 這都是一個很好的這個好消息啊 那麼是怎麼樣 接著來的發展 歷史性的一刻 我們跟對照來看 是怎麼樣呢 最近 林全會考慮 要重啟合一 讓我們百思不得其解 我們從桃園機場這個淹水事件 讓我們看到什麼 你知道 桃基總經理第一次 的時候 大家都有印象 他說是普新系議題 我們交通部也傻傻 我們去看新聞 中央社的新聞 交通部第一時間 交通部政策 是怎麼對立法委員 跟對外答詢 他說 第一時間 他幾乎就來接受了 第一時間他幾乎就來接受了 他就認為說 這個未來呢 未來整體的淹水 要怎麼樣去考量到 普新西的議題來解決 我聽說 後來證實 經過幾天的 大家的調查 就知道這和這條K 完全沒有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剛剛執政沒有幾天 這是什麼警訊 決策跟對外發言 太過不謹慎 太過草率 包括最近 相對最近 我們用電量超標 然後台電呢 台電總經理就說 從未放棄合一 重啟合一 那麼沒有幾天之後 臨權的鬆口考量 這到底是怎麼樣 這樣子的發言 誰被蒙蔽了 我們原地 民進黨執政當時跟人民訴求的理念 隔離哪裡 來第二張 來第二張 市長你看 我把經理出來 六月初日 六月二號也是當天 當天的我們的電量用到歷史尖峰的時候 馬上台電就緊跟著把我們強合 台電就說沒有放棄重啟合一 中經理 朱文成也說 台電從未放棄重啟努力 就是要重啟合一 這是六月初日 那麼我們林權 院長 一直到這當時 六月初日 應該是六月初五 暗時 他就對我發言了 幾天的時間 三天的時間 三天喔 林權的鬆口 說必要重啟合一 當然也 環保團體也痛批 連我們綠色的立委都看不過去 堂堂一個院長 決策 對外的決策思考 這麼不謹慎 對不對 我們想說 我們過去的努力 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努力 我想我在說這個 市長也能夠 能夠 體諒我們現在的心境 因為大家也知道 大家很糟糕 合一場在哪裡 這都是大家都了解的資訊 在斷層帶 這次斷層帶附近 這次市長也知道 前幾天 前陣子才發生 七級以上的地震 這級以上的 好價值是二兩百幾公里 如果你看這個 我們現在台灣已經亡果了 為什麼亡果 因為 很多數字 在這裡也能讓我們市民知道 真是恐怖的事情 我們我們的燃料棒 燃料棒 的儲存 我們都還沒有辦法解決 目前 我們的 不但是合一場 合二場 合三 都是世界公認的 這個燃料棒的儲存 擁擠度 最高的前幾名 可能是第一名 這非常嚇人 因為這個燃料棒 冷卻水 水位太低 還是沒有持續的鑄水 那麼它就會誘發燃料棒 產生核反應 釋放出 濕 這個色布點 又 很多放射性物質 只要其中有一根燃料棒 開始放射 是 台灣王國 很快的啦 不用阿公的肥大來 我們自己自動死 那我們的首都 馬上可以簽到台南了 因為台北已經沒有辦法 不適合人居住了 那 市長你的故鄉 可能也 違在旦夕 所以我覺得 我講這個市長應該 最能夠體會 因為你的故鄉 你出生地就是在那裡 所以 這不是單單是台北的問題 不是單單新北市的問題 這是整個台灣的問題 要關閉一個核電廠 要寄這35年以上以上 才能夠確保它的安全 所以說 要關閉一個核電廠 是多麼的不容易阿 那你這樣輕輕 帥帥 就來說 我們 不考慮 我們考慮要重啟核一 我跟你說 今天 你如果動的過這個 問一下台電的 乖乖去評估 怎麼去用綠能 今天台電 今天為什麼我們已經執政 都要聽台電的評估 我們應該組一個專業的調查小組 不要再受台電的高層 或是這些的評估所影響 這樣走啦 現在林全說 五公子變這樣 讓我看到真的會歡樂 真的是 所以不怪說 環團去按鈴申告 連我都想去給他按鈴申告 因為 選民對我們的期待 可能因為這一句 醫藥史重啟合一 對我們的綠色執政 可能會失去信賴 這是一個危機喔 這是對我們民進黨的綠色執政危機 是很大的挑戰 我在這裡說的就是這樣 因為長期來 大家看到我們賴市長 非常的支持 節能 審探 綠能 包括我們市政府 率先 這太陽能板 供電 這個都是我們用行動來證明 包括我們的這個 這個電車 這都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經發局 推的這個電車的方案 這個都是 這代表我們台南市 是走在 走在我們未來 真的綠色執政的這個政策的前衛 靠著現在可以倒退路 現在倒退路 你要 你為了重啟合一 你知道嗎 為了要關閉 再等你安全性 可以夠安全喔 可能喔 不一定我們今天順便看得到 因為馬上就面臨到 你必須要處理的問題 好啊 台電說 你現在沒有重啟合一 沒有考慮延續合一 那麼就馬上 遇到限電的問題 我還寧願限電 我也不願意 讓這一塊土地 遭受這麼大的危險 生存的危險 我們怕孫難生存的危險 不是只有人類 還有所有的物種 你這塊土地 這個土屬丁丸 所有的物種都是生命 就因為你人類的自私 讓它全毀於蛋 因為我們的燃料棒 早就超過超標的超標 這個博文台電一直不敢說的秘密 剛好我們政黨輪替 我們沒有去調查台電 過去這幾年是怎麼樣處理燃料棒 怎麼樣 有沒有真的是過去確實做到安全 我們沒有去調查這個 所以現在我們的院長 竟然來負荷台電的說法 那很痛的 如果我看來我們林全院長真的很聽話 這個要改成台電院長 林全總經理 對不對 六位設議 人台電總經理就說了 從未放棄重啟努力 三天 林全的松口說重啟合一 讓我們覺得說 現在還是民進黨執政嗎 陶基的事件 台電的事件 好像還是馬政府在執政耶 這樣對 這讓我們覺得說匪夷所思 我們記載 大家也是要歡迎心聲 我們希望新的政府做得更好 但是不是一味的奉承 進行的政策就是做得更好 我們就是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民進黨的公職 都有責任跟義務 跟中央做個建議 做個修正 五天 五天在做決策之前 沒有經過溝通 沒有經過 所有的訊息的一個討論 不成熟的政策 千萬不要擅自的 這樣子對外的發表 你會讓人民對我們政府 失去信心 這點是我今天 這順的一開始 很嚴正的一個很嚴肅的議題 嚴肅的一個議題 沒有 不用 所以在這裡 我也 我也希望說 希望說這個 我不相信 我相信這個市長 是站在綠冷的這一邊 我是不是請市長 有人幫我們回應一下 到底 我們該不該重啟合一 謝謝 謝謝 感謝蔡議員的指導 過去 我在立法院 十幾年的時間 擔任在市政黨 在亞黨的禁事長 所以我有機會 參議員全議長 大家 共同推動國政 其實林全是一個 懷抱理想 也有改革決心的人 所以過去他在主計長 還是在財政部部長 表現都很結論 他的改革法案都推得非常好 所以我在想他來接任行政議長 是一個非常適當的人選 那憲主席所發生的這個問題 早上他接受傳統的時候已經有說了 就是說凸層不足 為什麼會讓我們的國人感受到說 政策在改變 他是認為說可能是因為 各部會的首長在講一個新的政策的時候 鋪陳不足 然後如果媒體簡潔的報導 就會有一種感覺說在改變 他未來會加強這部分的宣導 希望各部會能夠做好政策的說明清楚 那同時他也認為 社會也好 這個輿論也好 或是新聞界的朋友也好 各種批評指教 他們都謙虛接受 執政才14天 我想我們應該給他時間 我相信他帶領了這個有經驗的團隊 一定可以越做越好 另外當然 關於這個核電核一場的這個問題 他昨天也公開說過 你一定還有一些歓移測佛法 他今天就去分析 那有兩天 甚至一天 其實現在的規定是一個劇場的 這個主動是一個劇場的 這個分享給他多一點時間 我相信他們一定可以做得越做越好 謝謝劉市長 劉市長很輕鬆 因為我們相信林全院長會越做越好 這個我們也很高的期待 但是有些政策的東西 不能打馬虎也不能夠模糊 你支持非和家園行動要證明 而不是被台電提出 可能經過沒有管理過 或者是刻意隱藏的數字 來蒙蔽去 王景民說台電 包括張科士長的武功 台電為什麼老是在維修的時候 都利用這種暑假巔峰時期 用電時期在做年度的維修 這條工的嘛 每天維修 那這個機組要休息 那就要休息 給你們感受就是說 電力不足了 後面的事情 才沒多久以前 我記得才一年前兩年前 這個 電的備載容量 還有十幾% 新建民進黨當年執政的時候 備載容量還有二十幾% 突然間 我們電的備載容量 突然間一夕之間變成 一點多% 來要限電啊 怕死了 你不用核電的話 這個 你們現在輪流限電 恐嚇 恐嚇大家 我覺得這個部分 身為執政黨應該要 正視這個問題 好好從台灣 台電的內部去管理 從台電的內部去做調查 不知道這個幹部 說要這樣就這樣 我們跟著他走 所以我相信 林全院長應該有聽到大家的聲音 民進黨 這個非核家園 以及堅持反對 這樣的核電的一個重啟 這個決心 跟這個 這個政策 應該要明確 讓人民知道 這樣比較對 這段時間 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樣的跳機 跳電 去調查嘛 這個 真的台電有很多的問題 這個部分 他必須要很嚴謹的去做一個調查 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有這個機會 也期許 所有民進黨執政的團隊 包括中央跟地方 這個 包括我們的秘書長 現在也去行政院 所以說 今天我們這個政策的陳跟拜 跟我們台南人 也很大的民主 像沒有我們秘書長 我們戶企長 現在都入閣 這都代表一個象徵的意義 靠著現在的決策 我們林全院長 這樣 當然 他有可能在做一些的 他也知道 他是一個理想性很高的人 那我們也希望給他更多的時間 曾經我們賴市長說的 給他更多的時間 他能夠 以堪白的 政務官還是政治人物不同的地方 在於他理想性 改革性比人家更堅定 不好意思 比較不會做人 說話 說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還要學習 所以我才會說 這個有經驗嗎 這個沒有經驗 像我們賴市長這麼有經驗 其實賴市長 如果我來看 賴市長比林全院長 更適合當院長 這是我的看法 個人見解 謝謝 來 賴賓 這個報問 上次的總結尋 我有提出來給市長跟我們的局長 來做建議 當初呢 提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小東交流道 北上缺口還沒有打通 那麼目前的現況是 北上缺口已經打通 那麼這個南下缺口 還沒有通 只通了一個北上 但是問題就來了 跟當初我所預期的一樣 現在賴市長 我相信你真有經驗 因為你必須整個跨區的跑 馬車要去新而已 其實不一定是上下班的尖峰時期 你只要上了仁德交流道 怎麼開始在台車 車流歸宿 時速10公里 甚至更低 等到哪裡 等到過了小東交流道 會到海闊天空 沒問題 那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當初 陳如我那時候的預言一樣 就是說 大家把高速公路 當作市區道路方便使用 那麼你現在要去宣導市民說 盡量不要 那不要可能沒辦法 這現實 我就是要拚時間 譬如說我現在 對東區要去阿南區 我當然是要用高速公路那麼快 修一個過 譬如說我現在 對人家要過的陰空 我當然也是要走高速公路 那這樣的話會造成怎麼樣 當年烏日的交流道附近 就是這樣 隨時變成停車場 所以我們的 我們順利民意在各個交通的交流道 打得越多 越多 大家越方便嘛 可是變成一個結果就是 整條高速公路的功能 它的功能 失去它原有舊的功能 那舊的功能是怎麼樣 像過境的道路 運輸 然後遠程的車程 甚至觀光客 觀光客 以後觀光客來到台南 怕就怕死來到這裡 在這裡很久很久的久 那麼以後 南下的這個缺口在通的時候 我相信更加的嚴重 那要怎麼改管 我當然一面質詢 我也一方面也在跟交通局做一個互動 探討一下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提出問題 我們還應該要去克服這個問題 所以咧 讀料說 跟我們市民宣導說 如果沒有趕時間 盡量不要去用高速公路 這樣的話可以讓所有的效率更高 那第二的話 還是回到當時 上個總質詢 我跟市長所建議的 當時我建議的時候 還不是我們民進黨執政 但現在我們中央我們的這間 我們有更大的機會把它完成 有更大的機會把它完成 趕緊打造一條 我們台南的任都二賣 一條任賣一條都賣 一條就是 我們未來還沒有完成的 這個南北向的快速道路 我相信最近大家都有遇到一個問題 東西向快速道路到底要不要收費 打開馬請向不收費 我覺得鄭文燦市長講得最好 他說 這個快速道路幾乎都是他們縣市裡面 使用的市民的道路 可以拉近城鄉山海的這個距離 平衡城鄉差距 為什麼要給他收費 你收了費之後 大家節省荷包不去運用 你反而加大這個城鄉差距 失去這一條的意義 所以後來我們的交通部長賀稱旦 順應民意 這個決定不收費 當然這是很好 但是我們台南 東西向快速道路有三條 一個國道巴 一個巴六 一個巴四 三條橫向的快速道路 可以用來拉近城鄉差距 但是我們的都會區是集中在南邊 包括東區 仁德 永康 龜仁 這個都是在我們大灘的南邊 所以我們的南北向的快速道路 就有它的必要性 這條快速道路來當完成 從龜仁 高鐵特區 貫穿 永康 麻豆到新穎 這樣的一個地方 讓它市民可以專心的使用 讓它變成一個拉近城鄉平衡 南北平衡的一個快速捷徑 那也不會去影響到 高速公路的這個 遠途的用車的功能 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進不做 以後越來越沒機會 因為城市的發展 可以取得的土地 越來越難 所以說 你這個保安這裡 我在這裡在層次 能夠再建議一下 我們的賴市長 因為這個部分 目前呢 目前已經 真的呈現停滯狀態 就是說現在 小潤交流到開通了 市民搞不清楚的 我覺得說 我要去安南區 我當然也要走高速公路 對不對 沒有一個沒走的 我現在做問卷調查 包括我們的各局處首長 不用說 我關時間啊 這個重要啊 還是在關公務啊 大家也 甚至我們要到新穎 我要去新穎 這是我們市區 台南區的行政區 內 我要去新穎 要去摩登 我當然也要走高速公路 有人在走那個 心得慢慢的 我這樣啦 我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有時候來 晚上我可以 心得 比較沒車輪慢慢的 但是這次 看時間 大家也去用高速公路 所以說這一條的快速 南北的快速道路 真的 有這個必要 如果能夠趕快提案 小英的執政 support我們的話 成功率很高 市長 謝謝副議員 目前的篩測應該是 短暫的啦 就是因為在施工的關係 因為仁德 仁德交流到北上 在進行工程 然後它自然會進行 這個儀表的管控 所以連帶的 會讓我們北上的 大灣交流到北上的車輛 會比較慢 那現在交通局 已經跟這個 國道高速公路局 去反應 請他們做一個調整 我相信就有辦法改善 另外這個工程 大灣交流到 南下的工程 大概六月嘛 如果順利的話 預計是六月底 這個月底可以完成 那這部分呢 應該也可以 解決剛剛 蔡議員所關心的問題 市長 這是未來長城的規劃 是 這樣的一個快速道路 有辦法嗎 這個我們可以請 做個研究 對 我們請交通局來研究 謝謝 謝謝 市長 我們希望說 這個工程完成之後 能夠改善 每天塞車的窘境 究竟我們當時 爭取小東交流道的突破 當初 都是來自大家的共同的努力 我本身我自己也支持小東交流道的爭取 但是配套要做得夠 所以呢 如果過去短程的配套 周邊的疏散的一些道路 也都已經做完了 那遠程的配套包括快速道路南北 快速道路能夠爭取 我相信 這個未來 這個台南的發展 非常的快速 而且呢 比較不會產生那種 南北城鄉差距 這是我今天 特別 這個在這邊咨詢的第二個這個重要的議題 來 第三 我在這裡 就是說 要質詢的這個議題 也很多議員在關心 尤其是其中一個脫調廠 還有我自己的選區 黨區 所以說 我們的陳情案件也特別的多 但是 我們陳情 或是提出問題 或是批評 但也要指教 也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拿出一些對策 我記得 當初要設脫調廠的時候 記者在問我說 你真的設置脫調廠怎麼樣 我就表達交通部 支持交通部啊 即便交通沒有零容忍政策 我們也應該有脫調政策 來輔導交通的政策 我們都是支持的 但是呢 執行下去之後 現在整個 你看看 是不是有一點走樣 是不是有一點走樣 現在有的人都沒話說 你脫調的 畢生業者在賺錢的工具 當大家都這麼想的時候 這個政策就很容易失敗 不是成功一敗 是失敗一敗 那麼 我記一下 市長你可以看我秀的這個圖 第一張是大家都有印象的 趴車 趴車這個事件 大家記憶猶新 這種事件會不會再發生 可能會再發生 因為如果當大家沒有辦法去理解 這樣的脫調政策 還會再發生 這是他們市民自利救濟的一個手段之一 那第二 這是我最近 那個 在後尾廟那裡 最近我發覺 怎麼到了七點以後 就開始兩台的脫調車 都從後尾廟那裡開始集結 那就搞不清楚啊 這個 這個很厲害 他們都知道後尾廟嚇哭 白天不會有人在 晚上大家下班之後回來 有的車停在門口 哇 一大堆車被拖了 有沒有妨礙交通 沒有啊 你可以去拖更危險的地方啊 好 這個地方是 是在這個教會旁邊 這是圍牆邊 圍牆邊還有阻礙交通 也沒有啊 大家如果問 問交通局還是警察局 都說 這人減肥的 好啦 都減肥的 這人的減肥嗎 這在圍牆邊 這個在後尾廟那裡 那這台車是 這部車是 10點 10點左右去拖走 他們打拚 很厲害的 我知道交通局有簽合約 10點 10點以前 10點以後不拖掉 除非人家檢舉 對不對 但這隻是 剛才10點的時候去拖走 我拖走 拖走之後 這個不明的車主 他不知道再停了 當然我不知道 後來這部車有沒有被拖掉 這白線呢 我們常發生一些爭議 有的沒有白線一樣拖 私人土地一樣拖 白線也在拖 當然這個到時候 我會跟警察局調資料 到底當時拖的情況是怎麼樣 都會拍照純正嘛 但是我們感覺奇怪 這不是白線嗎 這人的圍牆邊 這是一個教育圍牆邊 可能有人去檢舉說 你這裡不會停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這寬度還蠻寬的啊 所以我覺得說在執行的過程 要非常的小心 你老公說 有沒有符合公益性 比例性 適當性 還有我們民主的期待性 它的合法性 每個地方多細節都要斟酌呢 因為這個脫掉 是一個直接侵犯人民的財產權 你把人家車移植 人家坐車去砍砍下來 這麼麻煩 還要讓縱罰打不 一間法庭 這個九百 現在還要脫掉移植費九百 第一天就要納一百五十塊 加起來兩千塊左右 所以說必須要謹慎 所以說我在這裡 我也建議說 有什麼地方可以解決這個對策 第一 我建議說 要訂定脫掉的上限 脫掉上限 你這個部分 我知道交通局跟他們簽合約的時候 有訂定上限 這點我給你勤定 我剛才在決定 決定說有喔 有訂定上限 這個 訂定的這個上限 兩個脫掉廠都有簽 都有簽嘛 這個三年 三年內 三年內 這個中北脫掉廠是 一零八百萬 那麼 東區的這個東人脫掉廠是 九千兩百多萬 三年內 那麼 每年 每天 他也有限制車輛 就是說不能超過 103輛 跟東區的這一家是 不能超過83輛 我也這個機會 這個機會 也讓我們所有市民知道 交通局在簽這個合約的時候 我剛才叫店 我先問 他說 有 而且訂訂上限 他說 你要確實的管控啊 那這個數字怎麼來 局長跟我們說 這是經過評估 這樣 我希望局長再評估一下 如果扣除他們的成本 我談得好 是不是可以把上限的量再往下調 評估一下 你先不要跟我做回答 回去評估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 脫掉是必要之二 輔助交通改善真的是必要的手段 但是 你不可以讓大家會覺得說 要請錢 要賺錢 你啊 變成盈利 朝向盈利的想法 大家也知道說 財團法人 如果一家財團法人 為什麼我們的這個長照 社會局長 你也很清澈 為什麼我們的長照 最後法律把它改成說 49床以下的都要法人化 因為 只要是財團法人 他會比較兼顧公益 他不是以賺錢為目的 我 我頂禮拜他去參觀馬利亞 這個教養院 院長外的同學 他們董事長 他都歡樂說 都差不多做到沒什麼死 董事長也很開心說 我們本來就不是 以賺錢為目的啊 所以不用賺錢 這個觀念很好的啊 我們在執行的公務的手段 本來就不要去以賺錢為目的 所以你訂定上線是對的 這樣我給局長勤定一下 本來就應該訂定上線 你要來標這個案的民營的公司 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來這裡不是要賺很多大條錢 你如果要賺大條錢 你去做別的行李 但你來做這個東西 是為了協助市區改善交通 所以呢 你賺的錢 他會給你上線 所以這點 我把交通局做一個行李 我本來不知道嘛 我本來不知道 所以我 我針對這一點 我本來想說 訂定上線 好像 也沒有幾個館市做的 我們有在做 好 這點我會在行李 但是這個額度 哇 這 像中北區這個脫吊廠 三年 可以讓它拖一億 0.800萬 一億億 800萬 這個收集還在經過精算 我的看法是可以再往下調 不過已經簽完合約了嘛 就是未來在設置類似的脫吊廠的時候 我希望交通局 你們的這個專業的評估的上線的那個量 是怎麼評估出來的 我也希望說交通局能夠 給我們做一個專業性的評估 主要 評估報告可以給我們一份 你要說 來 我們請給對方回應一下 好 非常感謝 蔡議員對脫吊的關心 那陳如剛剛議員所說 脫吊是必要之罪 也就是不得已的最後的手段 那所以我們脫吊不是為了要賺錢 那這裡我也想說 替脫吊業者講一句話 那脫吊業者他不是毒蛇猛獸 他其實也是正當經營 也是來協助我們市政府來執法 但是我們會要求他的 不管他的服裝 漁榮 態度 執法 口氣上 我們會要求他 這是第一點 確實要求 議員有談到說上限 那我想說明一下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上限是指總金額 也就是三年的合約 他的總金額是10800 這個是中北廠 那東人廠是9000多萬 這是金額的上限 但是當時是按照每一天 我們會按照他的射金的狀態 車輛數 道路數 然後停車的這個流量等等去計算 所以我們每一天大概 評估出來是要脫掉幾部 汽車跟機車 但是我這裡要說明這個 評估的這個 比如說這個 東北廠 他每一天 我們當時契約的量 是103量一天 但是他不是上限 我再跟議員報告 不是上限 因為有時候我們脫掉 中均值 他的上限是三年內 對 總額是上限 也就是說這10800他執行完了 也許是兩年半他執行完了 那這個合約就終止了 第三年就合西北廠 就終止了 對 就要重啟另外新的合約 不過我們看數字來看 我們目前中北廠 每天我們的契約的估算量 是103量 五月份的平均 每一天只脫掉93量 其實大家都批評他們搶錢 其實這是錯誤的 局長好 謝謝你的發言 我想說 藉這個機會說明一下 你請坐 好 謝謝你 但是我們所得到的感覺 確實是 是不是執法過當了一點 讓人家有不好的感受 你好了 你創日前兩天都把它拆掉 第三年合西北風 然後重新解約 再來重啟爐灶 這樣比較對 當然是要限制他每天的那個 不能超過多少量啊 這樣的手段才是 才有這樣的一個約束作用嘛 那麼第二點的話 就是說制定脫掉的差別 廢率 這個部分 我想怎麼提出這個部分 因為常發生 人民看到我的車被拖了 總是到頭前的時候 他不要放車 他說已經抓起來了 已經帶出來了 不放車 根據作業守則 只要一離開這個原有的位置 我就可以不放車 哪有可能要給你放車 我一次出來 這樣 幼稚 浪缸 都是成本 哪有可能給你放車 但是這樣子是很不通情理的 我的百姓 我就已經到這裡 你還給我 等一下還要坐計程車去 現在還撞下來 我已經收到罰單 我已經得到教訓跟懲罰了 這樣子 有教育性懲罰性的一個功能 其實我覺得說可以再調整一下 我這個idea是 其實我一個同學在警政署 其實說他有某一個陷阱局 中北部一個陷阱局 他們的交通隊很人性化 他們是內部的約束 因為他們那邊沒有民營的拖吊場 都是警方的拖吊場 他們有交代 就是你們在拖的時候 不要跟人民嚴重的衝突 不要產生太大的衝突 以免發生危險 所以如果人民要求要放下來 你就把它放的沒關係 當然他們這個公營的拖吊場 不是以賺錢為目的 因為做人性化嘛 八成就知道 後來不可以 後來不停車 當然我們不一定要做到 這麼人性化 該依法辦理 我們一樣要依法辦理 但是我希望把它法制化 如果我們能夠率先 增加這個差別費率的話 那不得了 這個差別費率的話 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包括說人民跟人民的衝突 也不用發生這個趴車事件 我們可以訂簡單的區分嘛 車廂離開這個圍的時候 起來的時候 譬如說 雖然已經離開了原位 但是你方言 我們還能處理的情況之下 讓他下來 萬公不要收這個拖車費 你還是給他收一半的拖車費 對 這樣子的話 拖車業者 他不會為了要 夠他的身份 打拖拖拖拖 然後周邊的這個住戶 最可憐 翻桌率高嘛 拖這個翻桌率 因為他們不會留過夜 因為領車非常方便 我在隔壁要拖 我家在旁邊而已 我待著要領車很快 不讓他再過夜 那這樣的話 這個翻桌率就可以 就快了 拖一輛那一千多塊 這個人家會這麼想 不是我這麼想 是很多人會這麼想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當你不要去 能夠訂出一個方法 在公益 私益 人民的法益 權益 政府的公共利益政策 取得一個平衡 那這樣的一個制度出來之後 大家都能夠明確的遵循 也不用去讓執法人員 有什麼的困擾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這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因為時間實在是沒有多 這個 我在這邊做一個建議 這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來 我們往下 剛好局長有說 你認為說這個 我有去特別調你們的資料 把他整理出來 我們就去給市長知道一下 這是我們新成立的脫吊廠 中北脫吊廠 東仁脫吊廠 中北脫吊廠 這兩個月已經脫了4792輛 東仁是4426輛 合計9218輛 南區脫吊廠 這是我們公營的 我們警察局公營的 我們自己的 507輛 那麼我把它換算成這個平均的 脫吊車的輛次 我們民營的脫吊廠 加起來有26台在拖 26台 9218 除以26是350 公營脫吊廠 我們新娘到這個南區 這裡有3台 5001除以3 169 數字很清楚啊 那個民間的脫吊廠 效率特別好 效率特別好對不對 Double以上 這可以馬上看得出來 公營的脫吊廠 是以什麼為目的 以公益為目的 私營的脫吊廠 我當然是要顧身份啊 管理交通局有訂什麼上限 我就先拖公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真的 這個部分要取得一個平衡 再來 這個部分我有請公務局先去了解 因為很多人跟我反映說 堂堂一個代表政府執法的一個機構 脫吊廠 這個建物看起來好像違章建築 好像違章建築 當然我怎麼有拜託公務局去了解 確實他們都有合法 但是什麼合什麼法 像這個 這間這 這鐵廚大的 鐵皮屋 這都是臨時 臨時證照 臨時證照 當然他們都合法啦 合法性沒有問題啦 但是你會讓市民告訴我 我在給我帶我的車 我要付多少錢 起到那裡 這都好像看起來 都成為一張建築 原來是有合法的臨時證照 臨時證照 到106年 所以說 心裡就不服氣嘛 你敢不敢 你想這問臨 沒有太問臨 臨時這樣打起來 這樣就要把我們執法 然後 周邊 周邊這 這也都違法嘛 這紅線有沒有 這東人脫吊廠 這紅線 這紅線 它周邊的都可以停 再過10公斤 以後的市民的 車就拖到那裡 我覺得這都要 自己都要很小心 這個都是我們應該注意 這個部分 都是我們在執法單位 都應該注意的細節 你要拖人的車 你要讓人家心服口服 那麼 因為脫掉的業務 衍生什麼問題呢 嚴重的排擠治安情務 警力不足嘛 怎麼解決 我會建議說成立專責編主 這點我 剛剛 諮詢前 保握時間 我就在這裡問決定 決定說有 確定了 6月 20 對 確定 責任編主 為什麼以前 這個負責去拖掉的這個 遠景配合 都是各派出所輪職 那麼很多遠景的給我歡迎說 哇 他正在處理這個案件 正在做什麼 治安的業務 結果我要分心去做 脫掉的業務 這樣不行 所以 應該本來就應該 專責編主 但是專責編主 我們人力又嚴重不足 怎麼辦 我希望說 市警局 包括我們賴市長 因為現在中央我們執政 我們跟內政部 希望能夠爭取 新進緣額數 能夠再增加 為什麼我會提這個問題 這都是長期來基層 遠景 因為脫掉業務衍生出 我們人力真的是嚴重不足 我們新進的人數 103年255 104年247 105年才96位 新進元素原則上 都是那些新進的遠景 那也因為這樣的數字 一直遞減 你看看 我們台南市遠景的平均年齡幾歲 42.9歲 起床 42.9歲 這算邁入中年 我們是一個年輕的城市 雖然是古都 但是我們是合併直轄 是一個年輕的城市 這敢不敢改成一下 要改成也很簡單 我們的預算額度是4362人 現在的編制 我們現在的編制是3898 也就是我們還有464人的缺額 不關警政署的政策是怎麼樣 我希望我們賴市長 能夠積極的幫我們去跟中央爭取 新進的遠景元素 我們應該要再給我們支持一下 多幾位 為什麼 42.9可以降到38歲 對不對 這是一個我們現在的一個隱憂 因為很抱歉 因為今天的時間有限 所以我 我已經拿掉很多 本來要質詢的這個議題 但是時間還是不夠用 所以我快速的把它點過 最後 我們還有其他有一些市民跟我反映 長期來的成型案件 我一併的請各單位能夠改善 包括永華路泛德機車 就是BMW 違規很嚴重 今年不是才發生一個用試車 試車沒有掛車牌 敢弄死人 這要怎麼辦 這一顆不定期炸彈 離車 離馬路黑白走 那怎麼可以 我們難道不能針對這個車行的這個試車情況做個約束嗎 然後第二的話 這間車行還有很多家長給我歡迎說 他們的慈濟 有的小朋友經過人行道 因為他們的這個車輛 賣這個進口車的車輛都很靠在人行道上 叫做小朋友擲桌 這是不對 阿人跟我們說我們就趕歡迎 那警察局也很認真的去給他開單 我們有去調查 但是他還是不改善啊 這個我們真的都對不到 第二 我們公務局這裡 好未來 育信路 育信路 我們希望能爭取路瓶專案 好未來這裡 因為這個地方 在城光中學那個地方 四線道並三線道要出中山路 而且這個地方變成一個瓶頸 非常危險 也搶在造成塞車 所以希望說這個地方能爭取路瓶專案 解決這個問題 第三 我們的教育局 教育局 我們局長 很抱歉 我是很把你勤勤 但是這個議題 這個不能怪你 這個去年跟今年 你還沒有當局長的時候 可能就都已經這樣 每次我們的教室真是 都跟高考沖堂 你知道嗎 一天啊 那家長去跟你們反應 可能你們的基層人員 也接到很多投書的電話 最後 有人跟不耐煩回應 我們說誰 那麼能夠體會基層人員的辛勞 他跟家長回應說 不然你們怎麼來課啊 這個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家 我們的這個子弟 希望能回來台南 他們不求保障 只求給他們一個考試的機會 但是他們也希望去考高考啊 能夠考到高考也更好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明年可以把時間錯開啦 局長 跟議員報告好 這我們可以決定的嘛 對我剛剛有跟我們同仁了解了 這個我們一定會 確實來改善 對明年注意 跟高考的時間錯開好不好 拜託 我們今天是複試的時間 跟高考的時間撞起了 這個我們確實來辦理 好 局長 謝謝你 最後 消防局 你們的這個消防栓 應該要定時的去去順一下 這是有哪裏 後輩的育衣路界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發展越來越快速 所以可能以前一根 一根路邊不起眼的消防栓 現在並行 已經在機車道上 那個地方每天的車流量很大 都一樣 暗時又沒有電池 很多機車在這邊發生危險 這支消防栓我希望說 再給一分鐘 所以說 希望這個消防栓 是我們每個地方裡面的 各地方的負責 都應該去巡視一下 這存在很久的問題 以上 我們也 謝謝市長 也希望市長可以 針對以上 做一些的回應 謝謝創議員 你剛才說的 這個台車的政策 我又進一步說明一下 我們這次台車到的時候 都有行民敵 還做公佈 這個是SOP 我在議會 有公開回答 我們台南市議會議員的要求 就是說 機要車 雖然已經上架了 還沒有開動之前 他到位 這樣就行 要把它放下去 但是你如果車開始在上班的時候 這就沒辦法了 他到位那時候上班 他是在十字路口 去給撿到 撿到撿到 當然這就不撿到 機車是另外一步 因為機車那是幾百 撿起來了 雖然你到的時候還在車上 車子還沒有走 但這個也是沒有辦的 另外就是說 我們的台車有七大違規 我們才脫掉 那不是還不脫掉 除非人家檢舉 所以我們都已經去做 各種的配套措施了 你剛才說的那個公 因為我們的台車政策 目標 不是為了盈利 是政府不會因此而賺錢 那也不是說 為了一家公司的生存而存在 它是在解決台南市 越來越嚴重的交通問題 是要保護我們用路人的安全 所以你如果剛剛用那個 公務的這個脫掉車 比較少 那是不可能 沒有工人達到這樣的目標 保護市民行車安全的目標 所以才不得不委外經營 不是說拖得多的人就是壞人 公司就壞人 結果警察叫他這個脫掉車 拖得少一併你做公益 不是這意思 你把最小的把它除下來 剛剛用你的資料 每一台公務 這個警察局的脫掉車 一天再拖三台而已 根本就對解決台南市的 交通沒幫忙 我們是今年是已經 我當市長的第六年 實在是因為不得不解決的 所以我們採取這樣的措施 簡單跟那個蔡英言說明 一分鐘 這個地方市長有誤解 這個我已經除過一遍了 不用再除 這個是507輛 有三部車 169 一天的話是五輛 你如果再除30 五月份31天 這邊也要除 量不足 量不足自然就沒有辦法達到目標 這是我就要再互相的比較 我是覺得說真的 定上線我已經都肯定了 但是我覺得在執法上面 人性化一點是OK的 那我覺得說一個政策的成功 取得一個平衡點很重要 那我也肯定市長 市長能夠有這麼大的承擔 要去推這個政策 我都非常的肯定 因為這肯人圓的東西 沒有幾個市長跟塑這個東西 但是我就把它堅定 謝謝你 我們希望他成功 我們希望他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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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謝謝 超總長的意見 順便給家中局提醒一下 那個違規脫掉的話 盡量喔 我們平常去念的時候 送品要有需要給人看 不可以等一禮拜 你如果需要看 他違規的數字就比較不會有錢 第二點 在學校的門口上下課呢 盡量用勸導的 不然他現在一定要停車去帶小孩 他現在去好好帶小孩 怕不然 要去往後拍拖 我會妄言吃怎樣 那我們休息關鍵 請